有一個東西啊 我發現禮拜上禮拜送到 我一直沒有注意到 我很抱歉好不好 這一次的話是屬於我們的魂縣開箱啊 這一款的話 我這邊稍微破崩一下 是因為我媽媽而產生出來的一個型態啊 就是我們這個 Kamen Rider 50藍 這個型態的話 完全就是由我媽媽而產生出來的一個救濟型態啊 然後我要先說一下 因為我不太確定劇場 我會不會在台灣上映 所以呢 我這邊的話盡量先不破稿 稍微玩給大家看 然後呢 我大概點過說這個從哪裡來 讓你們有一些期待都去看那個劇場版 然後呢 我們現在看它的外盒啊 基本上 其實這部畫就很明顯 可以看到就是 融入了三個人元素在裡面啊 臉部的部分的話 就要有帶一點就是大鱷的一個感覺 就那種特別尖銳化 頭頂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珍德啊 主要的配色基調的話 就是以我們男主角的一個配色基調啊 所以呢 簡單來就是三位一體的一個型態啊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更清楚的 真的是感覺像是全部裝備裝上去的感覺啊 這個的話 Nufine長得很像我們的雷霆風暴印章 有沒有發現 因為呢 這個印章的話 真的來源也是因為我們的雷霆風暴印章啊 但這個印章很特別的 就是Nufine 它是一個恐龍 咬住一個五十藍的籃子啊 因為呢 這位其實叫做Carmen Lider五十藍這樣子 看起來不只華麗啊 還隱藏了非常多訊息啊 這個點子就很讚 因為由於它是三位一體嘛 所以三位騎士 通通都在這裡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再來就是說 這邊的話 有它的按壓玩法 背後部分的話 有一些詳盡的說明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基礎變身啊 嗯 這個就是我們全線印章啊 五十藍最後印章啊 其實他們這次選五十藍還有個點就是 因為這次是Carmen Lider五十周年啊 所以選五十藍當一個性 我覺得也是蠻用心的啊 我快發現雖然它盒子很小啊 但是呢 它的十五大角 基礎就跟盒子一樣大 所以呢 真的是塞好塞滿塞爆啊 我要聽說 雖然它是以我們的雷霆風暴印章來的嘛 但基礎它的新規內容算是非常非常大量 尤其在正前面的部分 還有它配色的部分啊 這邊看 大家應該就有發現 基礎上面就是一個藍字啊 有沒有一個山然後再一個風這樣子 然後呢 被我們的恐龍咬住啊 哇 好酷哦 而且我沒有想過一個藍字可以弄得那麼帥 因為呢 我們這個形態變色完畢之後 就有一個五十藍的藍字這樣子啊 直接當成鎧甲這樣 而且看起來沒有任何違和感 基本的話 它的配色的話 感覺有點像是 將五十藍一家三位騎士 全部融合在一起的一個配色啊 然後畢竟還是以我們南島作為主軸 所以它除了這個融合的色調之外呢 它的主色調都是以採用那種比較偏粉色的一個設計啊 裡面的這個風扇啊 基本上是採用一個金色風扇啊 所以等一下轉起來一定超炫 因為呢 當初我們的雷霆風暴轉起來就非常非常屌 背後部分的話 基本上採用全透明 這就是一個藍字啊 炫彩光耶 超帥 我的天啊 而且重點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他們是用五十藍嘛 所以呢 它前面那邊直接感覺用50啊 它裡面有搭來台詞 但是我該稍微看一下 有稍微牽扯到劇情啊 所以呢 我們大概聽個幾句就好了 它的觸發方法也很簡單 就是長壓這個 它沒有所謂的語音模式哦 我跟它背注一下 所以每次觸發都要長壓 這個是大家怎麼變身的 這個話是趕著三人版的終極必殺 這話稍微撲個一下 這個印章完全是由媽媽而出味的 啊 絶対に怒らしちゃダメだぞ 我們稍微聽到這樣就好 因為後續的語音的話 就會觸發到劇情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因為其實還不錯看 有點像是禮拜十的一個後日談 那我們講了嘛 那我們現在就來一個 穆斯安一家變身 50K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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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K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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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各位 這樣我們卡片雷達 Igarashi 就變裝完畢好不好 希望我們日圓面對 這個時候合體時 就算真的是大雜彙 貞德啊 然後我們Live啊 還有我們男主啊 所有的元素 全部融合在一起 在以藍這個字作為盔甲 而形成出來的一個形態啊 包含這邊都有個藍字啊 欸其實這次這個印章缺 我覺得字界是非常非常明顯 完全不會有任何跑掉的感覺 其實這個拿來當最終形態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非常OK好不好 很有極大神座的感覺 所以我小小破給一下 就是它變身裡面 其實是有包含媽媽惡魔元素在裡面 所以音效上面的話 聽起來比較神聖一點好不好 然後我們這話稍微再玩一次啦 這個專頁超帥 聽起來真的非常好神聖的感覺 有讓我覺得回到蟲黃的感覺 不知道什麼 聽起來真是爆炸強 然後我們再加速一下 這個算是這個印章的一個特殊技能 就是你可以一直反覆按去把它加速 然後並不會跳到下一階段 不得不得我覺得這次的光效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出彩 然後呢 我們再來玩一下它的一個必殺技的部分 它必殺技要一共分為兩種 一個是拳擊的 一個是踢擊的 就像這是小招跟大招這樣的概念 真的變成武士啦 就是日語的練法 這是小招拳頭的必殺 哇 三重Limix 哇 三重Limix 你代表要武士來一加 雖然就是兩邊都有噪音到 很有極大神的感覺 我很好奇一個點 在這個模式下一樣可以出發台詞 那不然我們測一下台詞必殺技好了 TriNikin LIMIX I gotta shoot me go go TriNikin LIMIX I gotta shoot me go go I gotta TriNikin LIMIX I gotta shoot me go go TriNikin UP TriNikin LIMIX 有點可惜 他的必殺技方面 其實是沒有辦法搭配台詞 你要嘛就是事前講 就是在所有的機能段沒啟動時事前講 不然就是事後講 事後講看起來太奇怪了 所以呢 基本上還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還原到 跟劇中一樣 就是轉一下 然後大家一起講話 再啟動三位一體的一個必殺 但是有一說一 他還是可以在這種空閒時間 就是使用下台詞模式 有利有弊 他是可以連動其他一張發動必殺技的 我們這樣一次測試兩個點 就是說他可以搭配印章進行使用 但是一次只能搭配一個 兩個是無法一起使用的 我跟他備註一下 但是這個話我沒有記住 好像在劇中是沒有收入的 比較小一樣 比較小一樣 但是沒關係 這份的話就等於是 多一個額外的產品玩法給你玩 好歸鬼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COMMEN LAY的 53那個完整的開箱 其實總共來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有極大層的感覺 就是一家人團結一新 然後這個來當最終形態 我覺得也OK啦 但是有確認就是 如果這來當最終形態 就會變得 跟前面的雷霆風差不多好不好 好 總共來講 這個話蠻推薦的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COMMEN LAY的 禮拜十一個關鍵開箱 如果喜歡請問 我們在VM我們下見 掰掰